这生死簿上显示 彭泰山有八百岁的寿命 他肯定也是道老 到时候 他自然会找长寿仙子算账 自王 此机甚妙啊 人间 第一大帅彭副管家 正撬着兰花纸悠然散步 突然 黑白无常出现了 管家吓得一个巨灵 你们谁啊 半鬼脸吓人 黑白无常冒着黑烟 我们乃是阎王殿的黑白无常 管家一边掐自己一边问 我这是死了吗 黑无常出了哑白 其他都是黑不溜秋的 你还没死 但你们家彭老爷快跟屁了 长寿仙子私闯阎王殿 把彭泰山的寿命 改到了明年的今日 管家一听这话大吃一惊啊 一溜烟的就跑回了彭府 上气不接下气的 老爷 你要死了 彭泰山一听这话 上去反手就是一巴掌 管家很憋屈 撬着兰花纸 是长寿仙子让你死啊 刚才我碰见黑白无常 他们说长寿仙子善改生死步 把你的寿命给改了 明年的今日 就是您的死期啊 这么多年 我最害怕的就是一个死 彭泰山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不服 我不甘 我不愿 于是 他就找来了千里眼顺风味 来商量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对策 两位大仙那也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机 一服死了就死了的态度 我们也没说过就 这不是还没想到办法吗 管家很忠心呢 等你们想出办法来 我们家老爷早就变成鬼了 龐泰山冷哼了一声 我告诉你们 我要是下了地狱 绝对把你们俩给送上窄仙台 这时 碧月修花两个大美妞 哭哭啼啼地跑了进来 你们两位大仙应该知道 天条规定 神仙和凡人谈感情 至少也得开除神级 你们也知道 七仙女和董友 不就废除了法力 开除了神级 天庭公主尚且如此 何况你们两个小小的烂神呢 受到了威胁 千里眼顺风耳就想毁掉人证 随后 龐泰山又追了出去 两位大仙不必躲了 长寿仙子根本就没来 你瞧 老头把两个神仙给玩得一愣一愣 龐泰山嬉皮笑脸的 我是预防两位毁掉人证物证 以你们的法力 要毁掉那两个柔弱女子 那可是易如反掌啊 所以我提前做了安排 这就叫兵不厌诈 你行了吧你 小屁孩 你真以为我们哥俩现在就毁不了 照样能毁了你信不信 我也料到 所以我把人证物证 交给管家 藏起来了 找不到 连我都不知道在哪里 千里眼是个急性子 上去就想拍死老鹏 顺风耳赶紧拦住他 缺心眼 小鹏消失了 可那些物证人证 消失不了啊 彭泰山哈哈大笑 还是顺风耳大仙有心计 反正我只能再活一年了 早死个百八十天的 又有何妨呢 千里眼牙根只痒痒 长寿仙子就应该把生死期 改在当天 彭泰山考虑得周到 这正是长寿仙子的高明之处 他让我多活一年 起目的就是要查处 我跟那位大仙有暧昧的关系 老鹏继续威逼利诱 我只能再活一年了 可是两位大仙还能逍遥多久 两百年前 你们犯下的事 我有你们亲笔写下的保证书 在我手里 不是现在吗 人间良家妇女 人证物证也在我手里 而且还有 你们借雷公殿母之手 打伤了长寿仙子 我可以泄密 到时候 长寿仙子饶得了你们吗 雷公殿母也会恨你们 这 庄庄渐渐加起来 我想你们二位大仙 你 斩仙台 就很近 那么多的把柄掌握在老鹏的手里 千里眼顺风而想夺也躲不掉 只能设法帮鹏泰山逃过死劫 唯一的办法就是除掉长寿仙子 大家伙才能够相安无事 但是长寿仙子不仅法力高强 而且还是天庭数一数二的重臣 如果长寿仙子不明不白的死了 天庭肯定会追查到底的 那就借刀杀人 借助玉帝之手除掉他 阴曹地府 千里眼顺风而来找阎王唠嗑 阎王 前几天长寿仙子来你这干嘛来了 阎王爷大手一挥 随便看看 千里眼走上前 不对吧 长寿仙子不仅善改生死步 还砸了你的阎王殿 打了你的下手 阎王爷眼珠子左右转动着 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你乃地府堂堂地府之王 哪能忍受这口窝囊气 阎王爷先是大怒 这长寿仙子真是可恶至极啊 继而又瞅了瞅俩祸 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过本王是宰相肚里能撑传 再说了这男人 何必跟一个女人斗呢 顺风而笑里藏刀 给你明说了吧 长寿仙子跟彭泰山为敌 就是跟我们为敌 千里眼和顺风而一唱一和的 所以阎王 希望你能与我们联手 一同扳倒长寿仙子 阎王爷捋了捋胡子 这既然有二位上仙出面 那本王一定鼎力相助 可是咱们如何扳倒他呢 阎王 如果这个长寿仙子变成了小鬼 那还不是你阎王爷 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吗 既然大家都有共同的敌人 那就很容易达成共识 天庭之上 一场天大的阴谋正在上演 起奏玉帝 娘娘 陈参长寿仙子目无天条 唯非作歹 草菅人命 当处即行 神仙听完一片哗然 顺丰尔和阎王爷也赶紧服役 玉帝很威严 如石奏来 长寿仙子请指下凡 救人赐福 实际上却是害人降祸 人间有个修炼了八百年的彭泰山 府上有些家产 长寿仙子下凡后 向其所惠不成 便暗中报复 他强闯阎王殿 善改生死步 将彭泰山的阳寿改为一年 至于草菅人命滥杀 无辜有何两样 阎王爷赶紧上前 启奏玉帝千里眼聚聚属时 长寿仙子来到阎王殿 他说与彭泰山有仇 要臣在生死步上 缩短彭泰山的寿命 遭到臣的言辞拒绝 可他不甘心 趁臣处理鬼物之际 事发打开保险柜 偷出生死步虎改乱土 给彭泰山的寿命 只改为一年 还请玉帝给臣做主啊 这时南极先翁炸了出来 玉帝 娘娘 长寿仙子的正派有目共睹 他的正义有口皆碑啊 他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臣以为这极有可能是被人陷害 请玉帝 娘娘明察 赤脚大仙也炸了出来 请问千里眼顺风耳 长寿仙子在人间做的事情 你们怎么会知道的 千里眼顺风耳能言善变呢 我的眼睛有目及四方 眼望三界的法力 小臣的耳朵也有顺风听万里 逆风闻五千的本事 赤脚大仙质问道 这就奇怪了 那天玉帝让你们看一看 听一听 凡间哪里人口最稀 哪里似杀声最响 你们为何看不到听不见呢 怎么现在你们神奇的法力 又显灵了不成 一番话下来 瞬间让灵霄宝殿 充满了哈哈笑声 玉帝开口说话了 既然有三位众臣同时起奏 长寿仙子恶己昭主 那就派人传唤他回天庭 若有当成 若无也可以还他清白 娘娘就说了 这杨检办案至今未归 玉帝打算派谁去调查此事呢 既然千里眼顺风儿 指控长寿仙子有罪 那就派他们二人 下凡传唤长寿仙子 即可回天庭接受调查 千里眼顺风儿和彭泰山三人 岂能会让长寿仙子重返天庭 你瞧 三个人就准备弄死长寿仙子了 瞅见千里眼顾顺风儿 长寿仙子惊讶不已啊 原来就是你们包庇彭泰山 为非作歹的 你们该当何罪 该当何罪的是你 玉帝有止 长寿仙子下凡后 为祸一方 作恶夺断 擅自修改凡人寿命 残害忠良 其行可诛 其罪不可赦 特命我等将你救体正法 说吧 彭泰山首当其冲 快如闪电般 就朝长寿仙子戳了过来 长寿仙子 虽被千里眼顺风儿 借助雷弓电墓之力 打伤过元击 但是 一时半会儿 三人也并不能占到便宜 只听噼里啪啦的 所到之处 必是雌花带闪电 长寿仙子也不给他们废话了 拔出簪子就要放大招 但是他忘记了 之前他们去饭馆吃饭 因为没有带钱 就把武器给压在老板那里 而此时的杜鹃正在拿着钱 向老板赎回兵器 这下完犊子了 打招没有放手 还被三人联手给干死筷子了 长寿仙子一死 黑白无常就前来拒魂了 一旦长寿仙子被打死 你们要迅速把他的魂魄拒回来 不可耽误 嗨 四王 这长寿仙子死都死了 早点晚点把他的魂魄拒回来 不都一样吗 那长寿仙子是何人呢 万一哪个神仙过来把他给救了 你们还能把他的魂魄拒回来吗 等你们把他的魂魄拒到地府之后 这个本王来个速判速决 就得打入十八层地狱 到时候 就是御地下旨 让他亲死为生 还有太上老君的还阳簪 也是无稀于事 那么长寿仙子就这么轻易地死去了 好了没有了 喜欢大牙的朋友记得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见